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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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间去到星期四清晨 内港地区会出现水浸 预料水浸高度大约是0.5米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明天正式举行 对于可能发出8号讯号 金管局就说峰会将会如期举行 而金管局也更新峰会出席名单 再有嘉宾临时缺席 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值执行军阿牧尔 原定星期四参与在中环交易广场举行的 再动荡市况如何管理资产专题讨论 在更新的名单里换了其他港者 彭博引述集团发言人说 阿牧尔因为身体不舒服不离香港 至于早前宣布因为染疫 未能够出席的花旗行政总裁范杰恩 和黑食总裁格雷两间集团 分别由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代替出席 另外明天上午11点的一场专题讨论 其中一个嘉宾替换了 对于本港有可能明天发出8号讯号 金管局说峰会将会如期举行 对于接年有嘉宾临时缺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只是少数 强调这两个星期有多项盛事举行 香港充满动力和活力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举行在职 渔会的嘉宾今天会率先参观M家博物馆 并且在馆里面满烟 不过接年有嘉宾临时缺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说只是占少数 有两位打算出席的 因为是他在本地确诊了 来得是很少的数目 另外有一位是他自己的行政不离亚洲了 这个是相当少数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参加的人数超过200位 也都跟我们的预计是很符合的 李家超又说本港入境检疫9月底实施 零加三安排之后 10月的出入境人数较上月增加1.5倍 当中入境的外地旅客倍增 这个都是自从零加三之后 大家可以更加有不同活动的空间 包括自己本身在社会社交距离措施一些放松 大家都开心了 活动又多了 看到动力活力是逐渐逐渐回来的 他说会留意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 容许推动更多活动和国际接轨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据了解 政府和金管局等正是同部分国际金融领袖 投资峰会的参加者和金融机构高层会面 据悉会面在金管局位于国际金融中心 二期的总部举行 与会的包括财政师傅师长黄伟伦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瑜 金管局总裁余偉文 与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等等 出席的有多间跨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层 他们会面之后将会到西九文化区 M家博物馆参观并且举行晚宴 9月零售业总消货价值281亿 按年微升0.2% 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 升幅最显著达到1成4 其次是珠宝首饰 钟标和名贵礼物达到部分之8.4 汽车和汽车零件 药物和化妆品 燃料以及书布 文具和礼品也都录得升幅 而超市货品下跌部分之1.6 百货公司货品跌超过1成7 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也都跌近1成 政府发言人说本地疫情大致稳定 劳工市场情况改善 加上消费券计划在短期内会继续支持消费需求 但是金融状况收紧将会更大程度抵消这些正面影响 蒙天实验仓凌晨成功和天和核心仓交汇对接 早后将会转位 完成中国太空站T自营结构 蒙天实验仓星期一下午发射升空 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逐步调整距离 靠近太空站 晨周14号航天员就在太空站内关注情况 到凌晨4点27分 蒙天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同天和核心仓前向端口成功对接 蒙天实验仓与空间站交汇对接正常完成 这次交汇对接按照13小时标称的交汇对接程序 精准对接整个过程非常顺利非常圆满 蒙天是中国太空站最后一个主舱段 重达23吨 同总重量超过60吨的太空站组合体进行交汇对接 形成的撞击力亦都比之前的对接高 蒙天之后将会进行自主转位 完成之后中国太空站将会呈现T字形基本结构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在北京外交部祝贺梦天实验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即是中国载然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也是中国为世界航天事业进步做出的又有一重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着力奋发致力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 并促进和平利用外空活动 汇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辉煌 期待中国空间站早日成为全人类的太空之家 又是一集 转头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审问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港股11月第一个交易日做好 行指收市升超过700点 从境内地有望放宽防疫限制 下午指数最多升945点 一度升穿15600点的关口 收市报15455点 升768点 全日成交1538亿 内税股做好 海底撈升1成3 是升幅最大蓝筹 华润啤酒升1成 科技指数升超过200点 美团和腾讯升超过1成 港交所升超过8% 友邦公布第三季业绩 新业务价值上升 股价升超过6% 龙湖在控股股东斥支500万美元 救入公司优先票据之后 股价升超过8% 欲费暂停常环境外债利息 股价跌两成半 全体欧洲股市的表现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99点 巴黎剂指数升99点 德国Dex指数升126点 其他消息 香港马拉松 明年2月12日举行 今个月开始接受报名 田径总会期望疫情好转 可以增加参赛名额 香港马拉松名额25000个 各组别今个月4日分阶段开始报名 公众抽签报名就15号展开 虽然名额较去年多 但田总和本地跑手都希望进一步增加 也正招募海外精英跑手参加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向上调 都要视乎疫情的发展各方面 我们希望和政府尽快按照现在的情况 再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增加名额的空间 有关疫苗通人症也是要看疫情发展 希望更多的旅客 趁马拉松去认识香港 因为真的自己跑过一次全马 条路是真的很漂亮的 真的到那些地方 其实真的没有机会 我们可以走过的地方 青马大桥 其实是一个香港特色 希望就是尽快松绑一点 令到更多的旅客可以投身这个政治 明星跑手或者是一些出名的运动员 来到香港参与这个比赛 其实对于我们本地运动员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鼓舞 有机会可能和他们在同一个跑道去跑 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跑手要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 赛前48个小时内 在领取跑手包的地点进行核酸检测 当日也要进行快测 今届奖金加码 跑入三个小时和三个小时30分之内 挑战组男女跑手可以获得一万元奖金 黄启乐去年在母海外跑手参赛之下 初战传马就夺贯 今届定好目标了 我的目标是1220传马 希望获得香港纪录 毛线斯记者一层昆杰报道 政府官员和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多个金融机构高层抵达M加博物馆参观并且出席 欢迎晚宴一起看一下现场情况 据了解政府和金管局等正是和部分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参加者和金融机构的高层会面 据了解会面在金管局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的总部举行 预会的包括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 和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麗等等 出席的还有多间跨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层 现在画面看到的是M加博物馆的现场 早前金管局亦更新了峰会的出席名单 再有嘉宾是临时缺席 原定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行政 首席执行官亚木尔是原定会出席 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最后是决定不离香港 对于本港明天是有可能发出8号列封或暴风讯号 金管局就说峰会是会如期举行 今次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他也是本港放宽入境检疫限制之后第一场的国际盛事 早前公布的日程里面有31位的主持或者是港者 包括是有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莫根士丹利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齐耀年 和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托斯等等 据了解明天正式举行峰会 是将会在四季酒店那里举行的 各位现在画面看到的是余伟文 刚刚画面是已经看到金管局行政总裁余伟文 是到达M家博物馆现场 各位刚刚画面也是看到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是到了现场 据了解会面刚刚在金管局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的总部举行 他们政府的高层是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参加者 和金融机构高层会面 和金融中心二期的总部举行 刚刚回面在金管局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的总部举行 而之后多间跨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层会面之后 将会到西九文化区M家博物馆参观 并且举行晚宴 据了解 与会的是包括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瑜 金管局总裁余韦文 和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丽等等 亦都是有多间跨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出席 最新消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刚刚已经是由沙登阿拉伯回到香港 现在他已经在机场接受检疫 早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是在沙登阿拉伯确诊新冠病毒 沙登阿拉伯 他早前说希望能够赶回香港 亲身出席这个金融峰会 而他早前检测也已经呈阴性 他早前快测也是呈阴性 就刚刚抵达了香港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明天是会正式举行 对于可能发出百号讯号 金管局就说 峰会是会如期举行 而金管局也是更新了峰会的出席名单 再有嘉宾提临时缺席 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军阿牧尔 原定星期四是参与 在中环交易广场举行的 再动荡市况如何管理资产的专题讨论 米更新的名单里面就换了其他港者 彭博就引述集团发言人说 阿牧尔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决定不离香港 而早前宣布因为染疫未能够出席的 花旗行政总裁范杰恩 和黑石总裁格雷 都分别由首席执行官 和首席财务官代替出席 明天上午11点的一场专题讨论期 其中一个嘉宾也是替换了 对于本港 明天可能会发出百号讯号 金管局就说封会会如期举行 对于有嘉宾是临时缺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认为只是小数 强调这两个星期会有多项盛事举行 认为香港仍然是充满动力和活力 民政长官李家超早前也说 参加人数是超过200位 跟他们的预计是很符合 我們畫面已經看到財政司副司長 黃偉倫和甘冠局總裁余偉文等 已經到達現場 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也已經由沙特阿拉伯趕到回香港 稍後有另一節新聞 調駁溝道 各位,我是廖屬爺 天文台说3号强风讯号明早6点前维持 明天日间考虑发出8号裂风或暴风讯号 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 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 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 天文台预料尼格明天在本港西南 大约150公里略过 考虑明天日间发出8号裂风或暴风讯号 不过实际时间要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 按照最新的预测 尼格会采取更为靠近本港的路径 在明天在本港的西南面大概150公里之内略过 预料本港明天的风势会逐步增强的 市民要提高警觉 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明天正式举行 今天才有晚宴和参观 对于接连友嘉宾临时缺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只是小数 强调这两个星期有多项盛事举行 香港充满动力和活力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举行在职 渔会的嘉宾今天会率先参观M家博物馆 并且在馆里面晚宴 不过接连友嘉宾临时缺席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说 只是占少数 有两位打算出席的因为他在本地确诊了 来得都是很少的数目 另外有一位他自己的行政不离亚洲了 这个是相当少数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参加的人数超过200位 也跟我们的预计是很符合的 李家超又说 本港入境检疫9月底实施0加3安排之后 10月的出入境人数较上月增加1.5倍 当中入境的外地旅客赔增 这个都是自从0加3之后 大家可以更加有不同活动的空间 包括是自己本身在社会社交距离措施一些放松 大家都开心了 活动又多了 看到动力活力是逐渐继续回来的 他说会留意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 容许推动更多活动和国际接轨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对于本港有可能明天发出8号讯号 金管局说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将会如期举行 他们也更新峰会的出席名单 再有嘉宾临时缺席 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木议 原定星期四参与在中环交易广场举行的 再动当市况如何管理资产专题讨论 更新的名单中已经不见他出席 泰国引述集团发言人说 阿木议因为身体不舒服不会离香港 至于早前宣布因为掩液未能出席的 花旗行政总裁范杰恩 以及黑石总裁格雷 两间集团分别由首席执行官 和首席财务官代替出席 另外明早11点一场专题讨论 其中一位嘉宾也换了 对于本港有可能明天发出8号讯号 金管局说峰会将会如期举行 香港马拉松明年2月12号举行 今个月开始接受报名 田径总会期望疫情好转 可以增加参赛的名额 香港马拉松名额25000个 各组别今个月4号分阶段开始报名 公众抽签报名就15号展开 虽然名额较去年多 但田总和本地跑手都希望进一步增加 也正招募海外精英跑手参加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向上调 都要视乎疫情的发展各方面 我们希望和政府尽快按照现在的情况 再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增加名额的空间 有关疫苗通人症也要看疫情发展 希望更加多的旅客趁马拉松去认识香港 因为真的自己跑过一次全马 那条路是真的很漂亮的 真的你到那些地方 其实真的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走过的地方 青马大桥 其实是一个香港特色 希望就是尽快松绑一点 让更加多的旅客可以投身这个政治 明星跑手或者是一些出名的运动员 来到香港参与这个比赛 其实对于我们本地运动员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鼓舞 有机会可能和他们在同一个跑道去跑 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跑手要符合疫苗通行症要求 赛前48个小时内 在领取跑手包的地点进行核酸检测 当日也要进行快测 今届奖金加码 跑入3个小时和3个小时30分之内 挑战组男女跑手可以获得1万元奖金 黄启乐去年在母海外跑手参赛之下 初战全马就夺贯 今届定好目标了 我的目标是12月20全马 希望破到香港记录 无线记者陈坤杰报导 本港新增4418宗新冠病毒个案 并且首次出现变异病毒株XBB的本地个案 437宗是输入个案 再多两宗感染变异株XBB BQ.1.1亚系个案再多一宗 本地个案占3981宗 第一次发现有变异株XBB的 确诊个案 累计有两宗 而BQ.1.1亚系个案多一宗 两间安老及四间残疾院舍 一共11个院友 一个员工染疫 44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 442间学校 情报752宗阳性个案 10间学校一共有11班 因为出现聚集个案 要庭面授货一个星期 再多13个人离世 突然波疫情累计10197人死亡 内地新增超过2700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广东的疫情持续新增700宗 广州占479宗 全市多区今天要做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梅州亦多170宗 深圳29宗 新疆再多403宗 福建205宗 黑龙江 内蒙古 青海 山西和云南等多地 新增感染都过100宗 上海再多4宗 由于有确诊者去过上海迪士尼乐园 园区昨日关闭 并且为场内的游客进行核酸检测 所有游客昨晚10点半全部离开 当局说截至早8点 管控相关人士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先有四一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机场天制走廊啟用 旅客由1号客运大楼前往北卫星客运梁 可以截省一半时间 天制走廊长200米连接1号客运大楼 和北卫星客运梁 只需要大约8分钟的步骤 被以往要搭接驳巴士 需时十几分钟 快近一半的时间 走廊设有自动人行道 两端塔楼稍后也会增设 观影台和食事 被旅客可以停下 欣赏风景和休息 走廊正空高度28米 足以被全球最大的A380客机 在桥下滑行 工程在18年动工 期间遇上疫情的影响 延迟两年启用 网媒《立场新闻》被控专谋发布 煽动刊物案续审 控方说立场专访民主派初选参与者 为他们带光环 以法庭占纳 控方提出超出检控时限的多篇文章 作为呈堂证物 《立场新闻》52岁前总编辑中配权 和34岁前处理总编辑林兆彤 连同《立场注册公司》被控前年7月至去年12月 全谋发布煽动刊物 即是17篇煽动文章 辩方在第一日审讯提出 其中10篇文章的发布时间 超过了6个月的检控期限 不可以依赖作为检控基础 区域法院法官国委建裁定 全部都可以呈堂 控方也都有责任证明被告有串谋犯罪意图 控方列举这17篇文章 说全部涉及激进分子或者通缉犯 并且可以持续在网上浏览 文章因应不同社会事件发布 鼓励他人非法抗争 宣扬推翻政府 畅以国际制裁 挑战政府权威 例如有关民主派初选案 专访何桂岚、周嘉诚和梁访卫 文章提及要实现揽炒 全面围堵中共等等 控方又形容立场之后发布网誌 为初选案参与者伸冤、大光环 除了专访立场也刊登多篇薄核文章 包括罗冠聪借12港人事件 攻击中央、香港和司法 欧格伦赞社有关中大校友 就中大暴动的报道 和周恒彤获得中国结出民主人事奖的报道等等 另外也刊出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的文章 控方又指全报被告有犯罪协议 中佩权和林兆彤是立场核心管理人员 决定题材和指示员工 中佩权去年离职之后也都参与编採决定 被告必然知识文章据煽动意图 特意发布以推波助澜 26个轮后公屋的住户 申请房屋主现金津贴时虚报 被厨房撤销公屋申请资格 更转交警方跟进调查 房屋主去年推出事行计划 向轮后公屋超过3年的住户 发放现金津贴 房主调查发现有26户 在电社申领表格时虚报 包括每月总入息或总资产正值 超过公屋申请限额 或者隐瞒拥有香港住户物业等 厨房宗旨向他们发放现金津贴 并追分多领款项 同时取消他们的公屋申请 并将个案转介警方跟进 厨房警告蓄意作出虚假陈述 属刑事行为可能会被起诉 日经定罪最高可判入狱14年 对于澳洲官员说 将会和美国等伙伴加强对稀土等 矿产的投资 而北京外交部回应说 中方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同合作 中方一贯认为 关键矿产资源国都应该为保障 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承担全球相关矿产供应的责任 确保相关经贸合作正常开展 同时 不应将世界经济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冲击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中方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南韩尼泰院人踩人惨剧 增致156人死亡 超过150人受伤 警察厅掌就应对失误道歉 总统吻石月下令相关部门 就大型群众活动制定安全管理系统 一年七日的南韩全国哀悼期 踏入第三日 总统吻石月早上来到首尔龙山区 尼泰院附近街头献花 悼念上星期六人踩人事故的愚难者 吻石月指示相关部门 必须制定安全管理系统 范围包括群众自发聚集活动 还有演唱会和体育馆等人群聚集的场地 大批民众在现场附近盗猎 尼泰尼泰院惨剧 被视为是2014年西月号海难之后 南韩死伤最严重的事故 超过150人遇难 包括四名中国公民 其中两人来自浙江凌波 大部分死者是年轻人 包括一样是24岁的南韩演员李志汉 直播啦啦队前队长金友拿 还有20岁美国大学生吉斯克 他是上个月曾经率团访问台湾的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 林斯特普的侄女 对于事发当晚在尼泰院一带 超过10万人聚集 部份人只在宽3.2米的巷仔 而警方在场部署137名警力 外界批评警方应对不力 警察厅长尼泰根 在记者会向民众鞠躬道歉 他承认在判断警方行动方面有缺失 没有安排足够警力 又说在发生人踩人之前四个小时 已经有民众撥打112到报案中心 通知离泰院可能有危险 尼泰根表明会设立独立小组追查原因 而警方继续搜集目击者的公词 分析闭路电视和事发片段 调查出事原因 是否与人群推脏和吊吓 以及有知名人士在场 引起群众混乱有关 暂时没有人被刑事起诉 无线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美国众议院以蔣佩洛西的丈夫保罗 日前租人闯入屋袭击的案件 疑犯被控意图谋杀等多项罪名 他公称原本是想挟持佩洛西 42岁疑犯德塔普星期二提堂 他被控多项控罪 其中两项由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控罪 分别为可以判监20年的意图绑架官员 以及可以判30年的袭击官员亲属 以作报复 其余控罪由三藩市地方检察官提出 包括意图谋杀、暴涉、慈害伤人、虐待、禁锢长者 以及恐吓官员和相关亲属等等 延期加起来可以判终身监禁 地方检察官说德塔普犯案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在上星期五凌晨两点多 戴着两支锤仔、索带、风箱胶纸、绳和手套 闯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夫妇 在三藩市的家里打烂玻璃门入屋 他公称原本是想挟持佩洛西对质 若果佩洛西讲真话就会放过他 但若果讲大话就会打碎他的室盖 等他坐着轮椅回去国会 向其他议员展示讲大话的后果 他说佩洛西是民主党的谎言领袖 事发时保罗正在楼上睡觉 德帕普叫醒他要求见佩洛西 保罗说太太要过几天才回家 德帕普说他会留下等他 并且落出锁带准备绑起保罗 保罗趁着去厕所时报警 警员八分钟后到场 见到两个人在争夺一支锤仔 警方叫两人放下锤仔 替德帕普随即抢走个锤 向保罗的头敲了两下 保罗躺在地 而德帕普就被警员制服 检察官说保罗并不认识德帕普 而德帕普的行动早有预谋 但他并无意杀害保罗 德帕普向警方说 他明知保罗报警但没有逃走 因为他要效法美国的立国先烈 绝对不会投降 德帕普是加拿大人 已经在美国居住12年 82岁的保罗仍然留意 佩洛西在声明中说 保罗情况逐渐好转 但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够康复 保罗仙电视记者朱小龙不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